正牙的手安 持續來挑戰聖牙的手安 這球不錯喔 在左半邊 有了 炎青紅聖牙手安來得非常的快 在聖牙一軍的第二打席 馬上敲出了左半邊難打 球要回來 對 這樣他才有辦法 後面的棒子才有辦法串連到前面 滾地球出現來看一下 整牙的手安出現了 恭喜黃潔熙 在開機八支領之後呢 這個時候敲出現來的手安 第二打席則是護得寶送 這一棒來看一下 在中間方向 這個時候呢敲出一個平飛安打 打出安打的是博榮大王 將架設的問題 拉回來非常地強勁 這個時候呢 打出了安打的是摩英 坦高雄在Lucky7七局下的攻勢 面對到尹波懷安打有依舊二 多的一個助力 拉回來在右半邊 結果還是出現了安打 現在跑者停在三壘 王伯泉停在三壘 這個半局 台岡水雲的攻勢串連起來 連續三支安打的出現 攻勢到了滿壘 這棒打右半邊的飛球 來看看落點 落在了界內 而且是外手的前面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分數要回來 吳明鴻單場的第三支安打 現在帶有一分的打點 落後分差多少享受其中 拉回來在右半邊很強勁 結果是劍內 而且車部邊可能要形成重傷害 現在摩英回來 看看來一輪也回來應該也沒有問題 吳明鴻有沒有辦法一起回來呢 繞過了三壘這邊 停下來 保地 保勝大地 五百五波比 這個時候打出了二兩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這一棒打成在右半邊的飛球 這個距離要不要跑呢 現在三連上的跑者 手刀衝刺要衝本壘沒有問題 二連上的跑者也往前推進 來到了三壘得分的大門口 吳明鴻花揮了本壘 攻下抬槓手銀的第五分 這一棒帶起來 曾子佑的飛球 在左半邊落地形成安打 三連上的這分要回來沒有問題 一保地輕鬆愉快 現在攻下了抬槓手銀的第六分 戰況有點緊張起來 回到五分差 希望要寄託在張兆元身上 第一球出棒 直接出現了安打 三連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二連上的跑者 現在也要衝回本壘 最後是SAFE 郭文維花揮了超前分 張兆元第一球出棒 收到了最好的效果 抬槓手銀在三局上半 終於突破了龍隊投手 艾普勒的封鎖2比1 反超前 幾次外球保送 兩出局後要來面對張兆元 張兆元加油 看他能不能突破 還是變化球在左半邊 張兆元一棒又帶回追平分 現在二連上的跑者 繞過來也回來了 連續兩天在滿壘的時候 張兆元都沒有讓英迷們失望 一棒就把分數給斑平 直接反超前了 一系列的變化球 對王伯偶確實還滿不錯用的 但面對到張兆元 第一球也讓他揮公 但接下來同樣的球物 確實就失投了 第一天 現在說不定他就會投進好球帶了 最火燙的打者 哇這個時候打第一球 打出了單場個人的第三隻安打 猛大勝的表現 今天攻擊的方向幾乎差不多 有點朝著中線這部分來做攻擊 今天的打擊率又可以跟著來往上提升 右半邊 哇再穿 哇 喔 陳貴瑋上來 連續被打了 一模一樣弱點的安打 曾慈祐今天的第二隻安打 出現在九局上 嗯 不過 全都是一兩安打 嗯 也幾乎是相同的位置喔 今天選擇先發投手 施子謙 第一次代表 台康選擇來出賽 低角度的只差球 三陣掉了 這是施子謙在職棒三十五年的第一次奪三陣 對他來說非常重要 而且是三陣過往對戰成績很好的 最後再來一顆低角度的球 三陣掉了林孝成 施子謙 終於投出了本場比賽第一次的三上三下 哇這球漂亮喔 走在了外側 三陣掉了前隊友鄭凱文 施子謙今天投出四次奪三陣 因為他只差球 沒有直球可以打 施子謙 在今年賽季第一場的先發登板 繳出了五局 11分的好投 打在了球的下緣非常的高 要交給誰 黃炳陽繞了一個小無線之後 順利的完成接殺 非常重要的出局數 台岡雄鷹中斷了六連敗了 這場比賽 對台岡雄鷹還有施子謙都很重要 施子謙睽違了1328天之後 終於再次拿下了先發勝